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我是格子姐姐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斯坦丽的棍子 斯坦丽拿着她的棍子在斯托克波特火车站等车 不管在哪儿,她都带着这根棍子 斯坦丽的棍子是从一棵高高的大树上掉下来的 再也回不去了,不过它依然可以成为一根最棒的棍子 斯坦丽的棍子有很多玩法 可以假装它是一根笛子,或者是一根长得直直的香蕉 要知道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也可以假装它是一根火柴,能点亮整个世界 棍子的游戏一个接一个 快看,消失的恐龙在线了 这是一头棍子恐龙 斯坦丽想给她的棍子取个名字 比如繁星,比如月亮 可是这些名字都不合适 有一阵子,斯坦丽喜欢搅拌这个名字 可听上去这更像是汤匙的名称 斯坦丽的棍子很擅长在沙滩上写写画画 可除了斯坦丽,谁也看不懂 这已经是斯坦丽第四次从人行道和站台上救起的鼻涕虫了 因为有了这根棍子,它们都能从来来往往的行人脚下死里逃生了 斯坦丽的朋友贝迪有根绳子 有时候它们会把绳子系在棍子的一头假装去钓鱼 鱼也是假装的,所以不会有鱼受伤 贝迪说 这会儿,斯坦丽正拿着她的棍子在等车 她要和爸爸妈妈一块去海边 火车进站了 到了海边,斯坦丽静自走向海浪拍打沙滩的地方 爸爸妈妈看到她拿着棍子,站在那儿 哦,她要干什么呢 可能斯坦丽在想,是不是该让别人也像她一样 好好玩玩这根棍子呢 斯坦丽用力将棍子丢向大海 哦,天呐,对斯坦丽如此重要的东西 就溅起那么一点点水花 大海一下子卷走了斯坦丽的棍子 连影子都看不到了 斯坦丽的棍子飘走了 第二天上午,斯坦丽和爸爸妈妈回到海滩上 潮水已经退了 斯坦丽踩着软软的沙子走向大海 船只起起伏伏驶向远方 斯坦丽看到退潮后留下了很多弯曲的棍子 她要去找些好玩的棍子 很快,斯坦丽就发现了一根棍子 孤零零地躺在岸边 和她之前的那根不一样 哇哦,这根棍子是一只独特的萨克斯 斯坦丽想回到家后寄信给贝迪 吹一首曲子 现在,斯坦丽透过她的棍子望远镜 望着大海,整个海面摇摇晃晃起来 斯坦丽一下子就想出了这根棍子的名字 了不起 哇哦,这是斯坦丽的了不起 好了,宝贝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格子姐姐点赞哦 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 格子酱讲会一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